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今天要介紹的器材是什麼呢 就是手上這一台 就是哈利有最新出的 Coffee Maker 就是咖啡機 那我們一般就叫他做咖啡王 那這是二代幾種 那其實一代呢在之前 前幾年問世的時候呢 學長也非常的喜歡 因為確實 這個機器真的是為了 哈利有畢業員濾杯設計的 所以呢他的給水啊 還有溫度控制啊 等等等的功能的 其實基本上都是根據錐形濾杯 來設計的 所以其實 學長用起來覺得是 以咖啡機來說確實是 符合 一個精品咖啡的一個基礎要求的是非常好的一台機器 那咖啡王二代呢 一直相對於其他的咖啡機來說呢 我覺得 他在悶蒸以及給水的控制上面 確實是蠻符合現代的要求的 因為其實非常多的咖啡機啦 像用過很多各個常態咖啡機 有的時候呢可能是比較歐美系統 那他們可能要求比較多的口感跟巴黎 所以喝起來呢你會覺得有點厚重感 然後呢層次比較不顯著 那這個其實以台灣人的口味來說呢 是沒有那麼親切 沒那麼舒服的 但是哈利有出的咖啡王呢 其實基本上呢 他還是比較有日式的一些風味的要求 所以口感精緻度還有層次感方面呢 真的是 比別的咖啡機稍微再好一點點的 那市場上我大概只有兩台咖啡機 是我真的很喜歡的 第一台是威爾法 威爾法咖啡機呢 真的是 我一直都覺得非常非常棒的 非常有 精品咖啡精神咖啡機 跟一代的差別 還有基本功能 首先呢這是機身嘛對不對 一代的咖啡王是稍微比較大一點 比較笨重一點 那二代呢 他的尺寸小了大概四分之一 他的小小身體卻能量很大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二代款 外型設計上面呢 還是比較適合小家庭 這是機身的部分 還會配一個 五人份的玻璃下壺 以及 一個 四人份的 他有的 樹脂濾杯 這是一個標配 當然還有濾紙 以及 這個豆瓷的部分 像是一個 一整套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功能的部分 首先是 他的花灑頭 花灑頭有21個給水孔 重點不是21個 而是他會分段給水 讓你的V60 裡面的咖啡粉能夠 正常的呈現出一個膨脹狀況 那就是日式手法 比較重視的 所以他的給水設計 我覺得是蠻好的 那另外一個功能呢 是這邊 這邊有一個 兩杯三杯四杯五杯 這邊有個開關 這邊有個水箱 水箱呢 這邊有一個 給水 幾杯份嘛對不對 這個地方非常的好玩 你無論給多少杯的 份的水 無論給多少水 他都以口氣 會把他加熱以後 全部會煮完 無論你按的是 兩杯三杯四杯五杯 他都沒差 啊為什麼會這麼做 很奇怪 他會覺得說 不是說 我水裝到滿 按兩杯 就給兩杯份嗎 不是不是 觀念上面不是這樣的 關鍵在於是哪裡呢 你 給多少水 他就全部水出來 但是這邊 二三四五杯 這邊控制什麼呢 控制你悶蒸的水量 換句話說呢 如果 我今天 我用三杯的水 但是呢 我想要用比較多的水量做悶蒸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可以按四杯的水量做悶蒸 那如果我想要少一點的水量做悶蒸 可不可以 你可以按兩杯份 用比較少的水做悶蒸 那不同的水量做悶蒸的情況之下呢 對於咖啡的風味的影響就很大 所以我們發覺說 這是一個可以玩的地方 就是我今天一樣 雖然是一台機器 但是我可以藉由給水 跟悶蒸的比例的不同 造成不同的風味 所以這是咖啡王 第一個 非常好玩的地方 那一般來說呢 兩杯份的悶蒸水量 大概是30cc 然後三杯份是45cc 等於說他每一杯份是15cc的悶蒸水量 那就可以根據這個東西呢 來去控制你喜歡的悶蒸水量 並不會影響到你的 中間水量 那第二部分是 他會把所有的水 全部都 花灑出來以後 然後變成你的咖啡 換句話說 你就可以控制 你自己喜歡的 粉 跟水的比例 譬如說 他雖然是三杯 粉 但是你如果想要做比較濃一點點 你是不是可以自己把水量減少 他一樣會全部的水都會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第二個好玩的地方 就是他的粉水筆 你可以自己來控制 而這兩點呢 就讓 咖啡網有了非常非常多的 可玩性 以及一些客製化的條件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 額外的功能 譬如說 保溫功能 下面這個保溫座呢 但這個功能對學長來說 比較 不在意 因為我一般咖啡 喜歡 從熱喝到冷 所以這個功能呢 可有可無 我覺得還好 但是咖啡網還有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在於是 因為他有 非常好的給水的 的斷水的方式 他的 給水非常的舒適 所以呢 如果 你想要 利用這台機器的 穩定給水 更換不同的濾杯的話呢 他幾乎可以滿足 絕大部分 錐形濾杯的需求 這個是官方的 的組合嘛對不對 那如果 我想要用 最近很萌的 新芒濾杯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喝到跟 V60不一樣的風味結構 譬如說我們可以放自己的下 我們來 放心吧 OK 只要你的 高度 可以在 給水頭的 正下方 不會撞到 也不會離太遠 建議大家不要離太遠 離太遠的話 給水的穿透力 會比較強 但就可能會 讓你的粉塵亂翻角 就可能會比較有 有雜 盡量靠近一點點 像 西芒濾杯這樣做 也會很好喝 會不同的風味 或者是說 如果你想要喝 Kono結構的 你可以用Kono 或是客氣的 濾杯 OK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 花瓣濾杯也是非常好的 風味很甜的一個 錐形濾杯 只要你放進去 都可以適用 OK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用小的 因為他原廠配的是 大的濾杯 如果你要配這種 小的濾杯的話 你的給水量 拜託不要超過 兩杯份 或是三杯份 最多就三杯份 不然的話 他有可能會溢出來 因為你的杯子 是比較小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咖啡王有非常多的可玩性 那我們直接來現場 來玩一次 來看一下 他的 使用狀況是如何 好 那我們水量 我們就給到 三杯份 就是450cc 要特別注意喔 咖啡王 只能加冷水 好不好 請不要加熱水 加冷水 然後呢 後面的步驟就很簡單 我們一樣 把濾質 適能分濾質 放上去 咖啡粉 放上去 用漂白的濾質 基本上就不太需要沖濾質 就可以減少一些 額外的麻煩 好 然後我們順便把整一下粉 拍一下 拍平 OK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放上去 然後一般來說呢 我們是用三杯份 三杯的話呢 就是 45cc 四杯的話呢 就是60cc 那學長平常的話呢 大概是60cc左右 所以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求 來做調整 那可能官方會建議你按3 但是你也可以按4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咖啡王二代 最好玩的地方 可以利用 悶蒸的部分 做調整喔 OK 那我們先來做 開關 先打開 我們先來做 我平常學長喜歡的數據 好不好 用四杯粉 然後按 開始 它開始充足了 那這次咖啡王 它的給水溫度的設定大概是93度 但是實際上呢 當然 它的給水跟粉接觸的 距離 有一點點距離 低於93度是比較合理的 但是可能是93度左右 那大概3杯份的充足時間呢 大概是 5分鐘左右 那最多最多 可能到7杯份的時候 可能是7、8分鐘 就看你的室溫是多少 一般機器在充足的時候 希望都沒什麼事幹 所以希望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確定市面上有很多就是研磨 跟充足的一體機 其實學長呢 目前還沒有看到 真的很綜藝 這原因也是因為 我也跟大家講 其實一台 好的咖啡機 跟一台磨豆機 分開 販售的情況下 兩個加起來 譬如說一台好的 小富士可能就要2萬塊了 那好的咖啡機 至少也要5、6千塊 所以如果 兩台機器加在一起 可能只有 1萬塊 甚至更低價錢 大家可以想像說 那個其實 不容易有很好喝的風味 不是充足有問題 就是刀盤有問題 所以希望還是建議 如果大家 忙碌沒關係 想要選擇好的咖啡器材 好的自動充足機 這都沒有問題 但是 實際上現在 來說 還沒有辦法做到 研磨的品質 超級好 充足品質又超級好機器 這種機器目前 學長還是 還是沒有看到 所以如果 可以的話 如果你願意讓自己品質好一點的話 充足 跟 研磨 最好還是分開 你買起來 說真的 你可以 挑到比較好的機器 好 差不多了 水煮差不多了 好 現在開始 給水了 第一段 悶蒸 它分段 多次的 給水 60C左右 然後呢 它會有一個悶蒸的時間 OK好 分段 分好幾次 分三四次 然後會有一個 悶蒸的時間 就像我們平常 充P60一樣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粉塵 膨脹狀況 就會比較正常一點 所以可以看到 大概悶蒸時間 是30秒 跟我們平常充足的 觀念上面 是 蠻接近的 好 第二段開始給水了 之後呢 它就重現出一種 給停給停的多次斷水的一種方案 目的就是為什麼呢 讓我們的V60濾杯裡面能夠維持一個正常的排水速度 不要一口氣就淹水淹得太嚴重 其實這樣子呢 沒辦法發揮V60它的 快流速的特徵 所以反而是這樣 讓我們濾杯裡面能保持一定數量的水 但是呢 我們可以 讓我們的風味可以快速的穿過V60可以保持更多的果酸 這樣你喝起來呢 就說真的會清爽又好喝 可以看到我們濾杯裡面呢 其實呈現一個膨脹狀況 但是呢 它這個膨脹的粉塵不太會被推散 如果一般很多傳統咖啡機 它的 給水太大 或是連續給水的情況之下 你的粉塵一旦被推散以後呢 它的流速就會變得很慢 變得很慢的情況之下 就很容易有苦澀味了 然後喝起來呢 就是糊成一團了 說真的 就不是非常喜歡的風味 那這種方式 方案給的方案呢 還是相對來說 比較適合V60 這樣的錐形濾杯 也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它每一次呢 會給一定定量的血 OK好這就沖煮完畢了 你看到水箱裡面的水呢是全部都會被抽乾 無論你按幾人份的按鈕呢 它影響的只會前半段的悶蒸 後半段的給水狀態呢是一樣的 然後就是穩定的 固定的給水 嗶嗶嗶叫就是好了 OK然後它會呈現 打開一個保溫狀態 大概有30分鐘 它才會 自動關機 那也不用擔心說 裡面有殘水 會有 水垢比較 不新鮮水的問題 這些都可以 利用這樣的機制來做 避免 完成了滴杯 我們來喝喝看 好這大概時間大概5分鐘左右 好 那我們這次煮的是曼特寧 中焙的曼特寧 就是保持160會有的層次感 就是 果酸 然後後面呢是 整體喝起來蠻清爽的 那也不會有過份多的霸底 導致於你喝起來層次很不顯著 那這就是 哈利歐它一直以來 希望能夠保持的味道 咖啡王呢 在這一次的二代 確實能維持這樣的優秀傳統 所以我覺得這是 蠻棒的一台機器 而且價錢呢 說真的也是蠻和愛可親的 第二次呢我們就用 西芒綠杯好吧 然後我們是用的是 比較少的杯量 我們用 兩人份的水就好了 好 那你的下壺呢 可以選擇自己的下壺 或者是 使用 原本附的下壺 那我選擇這個是哈利歐的 燒杯下壺 那它的高度更高一點點 所以待會我放進去的時候呢 我的水 可以完全的直接 非常靠近粉面 因為這兩杯粉的粉稍微少一點點 好 我們來倒粉 放上去 重置按兩杯 開始 就開始煮水了 OK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去 忙自己的事啦 所以其實 咖啡王呢真的是一個蠻簡單的工具啦 對於比較忙碌 或者是在辦公 區域的 消費者來說呢 真的是 比較 和愛可親一點點 因為你可能在辦公室不好說 我這麼開心的 繞圈圈嘛 就讓咖啡王幫你繞圈圈囉 但同時可以維持一個 蠻好的 瓶飲品質 那包括這些濾杯啦 都可以利用這樣的系統 做出不一樣的風味 真的是相當不錯的 OK好 那我們就來 等待他吧 可以看手機 OK 剛剛這一段就是在 門針 就是你沒什麼事幹的時候 他就完成他的門針工作 對然後開始多次 給水了 好 那我們繼續 跟你平常一樣 沒事幹就看到手機吧 我吃了 我會吃一件事 看得到 不容易 我吃了 很快 因為要沒有 我吃了 就不吃了 但是在這兒 我覺得很高 很快 要不吃 我吃了 好 小麵 可命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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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OK完成了 希望第一次錄這麼輕鬆的影片 OK好 那我們來喝喝看 有西芒麗杯搭配咖啡王的風味喔 這是肯亞的咖啡豆 濃濃的 番茄調性 口感非常的清爽好喝 甜度也很高 真的蠻能夠發揮西芒本身的特質的 所以呢這個沖煮的機器呢還蠻好玩的 可以利用這些可以調整的參數 然後讓它穩定的為你沖出一杯好喝的咖啡囉 OK好那我們今天咖啡王的開箱就到此結束囉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再看看其他的相關文章 好那學長就說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拜拜 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